今天娛樂焦點帶你來關心的是震驚演藝圈 是突然之間傳出江洪捷要跨海到日本開記者會 他在今天台北時間下午兩點鐘 親自到日本去開了記者會 而且累撒現場 他說官司告贏服員愛 但隔空喊話旅行的結果 到底記者會的現場 他說了什麼又為什麼落淚呢 讓大家擔心了 這件事情就是堅持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謝謝大家就是支持著我 然後我還會繼續努力 現在日本法院已經做出了裁判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不希望 就是用強制執行的方式來帶回這件事情 那我希望就是服務員小姐可以配合日本法院的裁判 然後讓大家可以非常平安 祝你回來 福原愛さんは世界卓球WTTの ジェネラルマネージャーを務められたり 日本の上場企業の社外取締役を務められたり 国内外において活躍をされています そういった立場の方がこのような行動をして良いものかということは 問題提起すべき事項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他們已經離婚兩年了 為什麼在離婚兩年後再先战火呢 為什麼要開這場記者會 而且選擇是在東京開國際記者會 他有來龍去脈 因為2021年的時候 福原愛跟江洪杰結束了他們五年的婚姻 然後當時呢 是有關於他們夫妻的兩位重要人物 他們都共同擁有權利 好 那判決結果之後呢 他們就離婚了 一直到2022年就去年7月的時候 福原愛突然從日本就回到了台灣 然後把這兩位重要人物帶走 結果呢 雙方就在我們台灣的松山機場 爆發了非常嚴重的衝突 所以當下是出動了警方 還有人去報警喔 是警方來到現場協調 那協調的結果最後呢 是問当事人 你要留在台灣還是去日本 所以女性的這位重要人物是留在台灣 所以另外一位男性重要人物 福原愛就把他帶去日本 這是去年 已經一年了 帶去之前 小潔江洪杰有帶書 他說 我每天需要透過視訊看到他 你要做到 可是福原愛 人帶走之後就再也沒有聯絡 第一 根本電話不接 各種的這個聯繫方式都沒有 所以江洪杰跟福原愛 這一年當中都在幹嘛 各位不知道 在打官司 爸爸覺得我失聯之後 我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錯 而且你知道江洪杰今天 幾次在記者會現場哭耶 你有沒有發現他報仇 然後律師 包括台灣的律師跟日本的律師都說 幾次跟他談的時候 他都一直哭一直哭 而且江洪杰不斷講說 我擔心我這輩子 我再也見不到這位重要人物 所以他非常非常恐慌 所以記者會當中他還說 希望福原小姐要履行 日本法院的判決 好 因為有兒哨法 所以我們必須在 談論到重要人物的時候 必須用這樣的說法 但我們回來講 其實他要開記者會 應該福原愛之前就知道了 不然他不會在三更半夜發文 沒有錯 在今天凌晨 福原愛的律師 特別發了一個聲明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來他們在台灣 跟日本兩地打官司 日本方面 因為江洪杰剛剛在記者會上 已經提到 他7月20號已經接到 日本法院的判決 他是贏了 江洪杰是贏了 但是在台灣這個部分 他們是在新竹的家事法庭開庭 然後福原愛的律師 特別發了一個聲明 提醒江洪杰先生 意思就是說 3月27號 在台灣開庭的時候 法官有當庭預知 你不得公開討論相關細節 指的就是涉及到兒哨法的 一些狀況跟內容 也就是說 江洪杰其實不能夠在台灣 開記者會的原因也在這裡 顯然他們雙方的官司 在台灣的部分 還沒有判決出爐 但是因為日本的判決已經出爐了 所以為什麼要大隊人馬 拉到日本去 而且今天江洪杰還講了 那日本已經判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為什麼江洪杰著急 觀眾知道嗎 是因為他發現 福原愛不願意接電話 不過跟我們聯絡 但是為什麼三不五十都飛去新加坡 因為今天的記者會 江洪杰的律師也提到說 他們發現福原小姐一直飛到第三地 也就是說不在台灣 不在日本 因為他們官司在這兩個地方大 你到第三國去 那將來會不會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沒有辦法履行日本法院的判決 他們今天擔心的是這個 所以說趁著他一直飛來飛去的時候 他們就選擇趕快在日本 開一個國際記者會 提醒福原愛 你最好履行法官的這個判決 不要讓我們走到最後 因為今天江洪杰講了一句蠻重的話 你不要讓我們到最後是強制執行 各位到時候就真的撕破臉非常難看 好 那我們回來講福原愛和江洪杰 在離婚之後兩個人可以說是天差地遠 據說福原愛竟然出現了財務困難 你知道去年日本的媒體 他們有一個排行榜很有趣 這個排行榜的主題就是說 身價暴跌的女性 也就是女性公眾人物 他們會去算你的身價 社會形象 但是這幾年有不少日本的 包括藝人公眾人物 可能有一些不倫戀 或什麼狀況的話 那身價會暴跌 福原愛是這裡面的第一名 就算他連貸款都繳不出來 是因為福原愛在日本買了一棟豪宅 是三億日幣 大概臺幣是六千多萬 然後他大概貸了是兩億日幣 兩億日幣就大概 非常高的一個貸款 那每個月要付的貸款 費用也很高 可是也因為這幾年 真的他形象暴跌 他要去接工作 馬上其實很多的日本的網友 根本不買單 所以造成他的收入銳減 於是他乾脆跟他的男朋友 大家知道他現在感情很甜蜜蜜 他三不五時會曬一些恩愛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那位 還是橫濱男嗎 沒換人 橫濱大古祥平對不對 現在叫橫濱男 他們兩個人現在是過著 同居甜蜜的生活 但是最近就有日本媒體報道 他們已經搬離了原先的豪宅 去租房子 顯然是要減少收入的支出 為什麼這樣說呢 減少開銷了 減少開銷 是因為很多人說 這個橫濱男應該很有錢 好像是年收入很高 但因為我網友去起底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根本就已經辭職 所以他跟付恩愛在一起之後 怎麼天天都可以曬恩愛 沒有在正常上下班 說是要回家接家庭的事業 但也不知道收入是多少 但至少在感情上 好像還不錯 但是各位知道嗎 最近還有一個新聞 是服務員愛 接下了WTT這一個 日本區總經理 他是什麼呢 是世界桌球職業聯盟 在日本地區的總經理 這是蠻不錯的一個頭銜 很好的工作 而且你知道 因為WTT在12月的時候 要在日本的名鼓屋 舉行一個全世界矚目的 一個女子決賽 所以為什麼現在服務員愛 要趕快忙這個活動 可是當這個新聞發布之後 好多的網友都說 為什麼又要找他 他的形象這麼差 為什麼一定要找他 你知道服務員愛 他只要接一個活動 底下都有一堆人 去罵他 包括他之前接了 青森大學的一個座講座 然後很多的人就說 他憑什麼去上課 果然他還真的沒去上課 然後他上綜藝節目 網友說看到他就想轉台 所以他其實很努力在拼付出 但是他每一次接一個工作 日本網友都不買單 包括今天這個記者會 阿冠你知道嗎 底下有一堆的日本網友都說 你太丟日本人的臉了 好 那我們回來講江洪杰 江洪杰反而在離婚之後 失業欲一路往上走 所以為什麼說 你說他手上有五個代言 因為江洪杰跟服務員愛 當時結婚說 阿冠你記不記得 很多的媒體就評論說 他們叫格差婚 因為女生的收入 比男生收入高了27倍 你們真是殘忍 但是人也會風水輪流轉 為什麼這樣說 現在服務員愛的收入降低 但是江洪杰收入變高 為什麼呢 在整個離婚的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 小潔人不錯 口不出惡言 加上他有這個友台的 一個運動實境節目 大家記得嗎 一個導師的這樣的角色 讓他加分不少 然後他的經濟公司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大家發現 哇 他有五六個代言 總收入已經破千萬了 更何況他在台灣 也有一些房子 房地產的資產 所以大家發現 其實江洪杰這幾年 身價暴漲 中文字幕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